金刚经在现经解释众多 可惜都是用了高深的文理解释 致使一般人依旧不知其中意义 无所适从 深感盲无头绪之苦 今天活佛师尊以白话解说 让大家更能了解其意 进而有所领悟 愿大家看完能有所法与充满 福至无比分第24 经文 须菩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诸须弥山王 如是等七宝具 有人持用不失 若人以此般若菠萝蜜精 乃至四巨祭等 受持读读诵 为他人说 于前福德 百分不及一 百千万亿分 乃至算数辟喻所不能及 分解 福有二种 有世间福 有出世间福 世间福 从不失因缘而来 有何种因缘 即有何种福报 此为之有为善 得有为善福 福尽还需堕落 出世间福 从观照般若而来 能深入般若 即有何等解脱自在 此为之无尽福 福无尽 亦无堕落 至义有二种 有世间治 有出世间治 世间治者 对于世间法一切明了 虽曰明了事理 而不舍成相 还是世障 出世间治者 对于出世法一切明了 能所双望 尽处理障 经云福至无比者 是出世间之福至 所谓清净福 无漏治 非父从前的世间福 有漏治 所能比你也 注解 须菩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诸须弥山王 如是等七宝具 有人持用不失 若人以此 般若菠萝蜜经 乃至四巨迹等 受持读诵 为他人说 于潜伏得百分不及一 百千万一分 乃至算术辟喻所不能及 概论 如来佛 恐怕因上文有非善法之言 人尽忽略此经 故本分又深言不失的福 不如受持四巨迹的福 前者之相 贪求利益 后者离相 所以超胜无量 也就是经诸世身外的宝 得世间福 受享有尽时 般若世身中的宝 得出世间福 受享无尽时 以此比比 相玄成万万也 总之本分要在福与会相较 此事第七次较量 有可见如来佛说经一番 便较量一番 因情父主 不但再三以 讲义 佛曰 须菩提 须迷是众山之王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诸须弥山 有人聚宝成山 如是等须弥山之多 来行不失 其福德虽然多 赦若有人 受持这个波若波罗蜜精 乃至四巨迹等 并为人眼说 则潜福德 不及此福德 虽然自百分百千万万一分 以至算数之多 辟喻之广 尚不及其一分 请继续阅读 金刚经 济公活佛师尊 白话注解第27集 画摩所划分第2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